大家好,我是小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种韩国小吃 这种韩国小吃在韩国街头非常的受欢迎 做法非常的简单,几分钟就能出锅 作为早餐非常的合适 下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 准备三个鸡蛋 打盆里两个留下一个 把鸡蛋搅拌均匀 不过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加点盐打发 那样做出来会松软一点 这样做出来的有点像硬 搅匀加入120克低筋粉 也可以加杂粮面粉 把面粉和鸡蛋搅拌均匀 直至面糊没有颗粒感 再把最后一个鸡蛋打进去 继续搅拌面糊 搅成顺滑的状态即可 锅里加一点点油 倒入一勺面糊 不要太多了 过鱼后口感不好 煎30-40秒翻个面 不要等它煎老了 另一面也一样 所有的面糊全部一样操作即可 煎好的饼摆开 包上樱桃酱或红豆馅就OK了 不过不要包的太多 包多了会流出来吃的时候不方便 这样韩国小吃樱桃饼就完成了 喜欢的炒鲜的小伙伴赶紧试一试吧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分享 说说你的想法哦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分享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